2012年娱乐圈年底大戏又更新翻外篇了 这次主题是育儿 汪小菲一家和大小S一家的恩怨 早就影响到了下一代 张兰多次提到对孙女的担忧 特别针对孩子后爸居君业 干脆要求阿姨锁好门窗 一开始还以为张兰故意夸大 起人忧天 结果转过头 网友就霸出 这位韩国老爸当着镜头都能什么都不穿 之后更有传言提到 大S和汪小菲的一双儿女非常不喜欢拒君业 等到汪小菲曝光大S信用卡账单 网友认真对比完之后又发现 大S刷卡给自己买奢侈品 给拒君业买鞋 还惦记着用这张卡买他们再婚的钻戒 却看不到他给孩子买了什么 紧接着小S家女儿也被爆出了问题 小S原来也不是个疼爱孩子的妈妈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圈内有消息爆出 小S喝醉酒 居然骚扰女儿的男同学 大家都知道小S是非常喜欢饮酒的 之前在节目中就跟大家爆料 自己每天下班后都要小酌几杯 当然这只是她对于自己的认知 她认为自己是小酌 可她已经多次被媒体拍到 喝得醉醺醺的照片了 甚至喝醉酒后 还让自己的女儿多次出丑 有一次小S的大女儿 带着两位男同学回家做报告 可谁曾想 这时候喝醉酒的小S 居然紧紧地抱着了这两位男同学 嘴里还说什么长得真不错 让他们今后常常来自己家 把这两位同学真是吓坏了 就说一般家长面对孩子同学 是不是更应该关注他们之间的关系 说点某某经常和我提起你 你们要好好相处之类的话 再看看小S与女儿之间的各种相处 真的让人看不到一点好母亲的影子 小S每次对外跟大家聊女儿的时候 总是将女儿与自己放在一起对比 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小S曾向外宣告 她女儿的身材比自己的身材好 她甚至十分嫉妒女儿的身材 虽然女儿使用束腰 有些伤害身体 但看到女儿的身材比自己好 她非但不制止女儿 甚至还想和女儿一起使用 身为母亲的小S进入了家长群 却不知道怎样参与接龙 更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开学 小S的女儿已经多次公开吐槽 胜出母亲丢自己的脸了 虽然总是在社交平台上 向大家标榜 她们一家并非是重男轻女 可是仔细看看她们一家人的相处 大家就会发觉 无论什么 在她们这里都成为了理所当然的 小S确实没有在物质上苛代女儿们 但身为一个母亲 不在乎孩子的学习 也不在乎孩子的个人修养 所有的关注点 全都放在了孩子的外貌上 这又怎么让人想呢 其实真的挺不理解的 她自己找了高学历的家庭 不应该是想着改善基因 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吗 但是看着小S的做法 真的是挺让人无语的 自己当初和大S12岁出当 小小年纪不学好 一心只想架豪门 结果过成了现在这样 现在一点反思都没有 反而让女儿也走上了老路 大女儿二女儿 小小年纪不读书了 开始当演员 当模特 老三估计是想走主持人的路线 他把三个女儿当成摇钱树 这么小就往娱乐圈里送 S家族的终极目标 就是所有女人都入豪门 但经过这件事 哪个豪门还敢碰他们家的女人 先看看大S的做法 给前夫下套 用法律为武器 把王小飞弄得晕头转向的 最关键的是 离婚之后还不忘刷前夫的卡 一刷就是几百万 小S更不用提了 为了叫豪门 甚至都要玩自己爆料怀孕的事情 作为噱头 真正的豪门看到这一家人 吓还不吓死了 全都是套路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情感啊 最关键的是 大小S这家人的口碑 在台湾彻底臭了 小S的三个小孩 也不是省油的东 看以后弯弯的 哪三个倒霉蛋 娶了他女儿 这部连续剧 可以看续集了 其实走娱乐圈的人 门槛低 毕竟读书多累啊 有捷径 肯定走捷径啊 他老公就算高学历 也借他的名字 在唠金 更别提小S的S 两个人的资源 加总在一起 捧三个小朋友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从爆料上来看 小S的家教差到离谱 老三就在学校霸凌其他同学 真是和他们的亲妈和大姨妈 有得一拼 他们的上一代 就是这么霸凌同学 霸凌阿雅的 而且小S从入门 或者相处过程中 不能让家婆或老公 从心底认可 迟早要离的 说白了 女儿这样和小S有莫大的关系 她手里没钱 她收入都是要上交给公共的 这个她自己在节目里承认过 她自己这两年的资源 大不如钱 捞钱也捞不了多少 爆出的薛亚军私生子照片 有张老太太 爆小孩被打码的 据说那个是她婆婆 估计婆婆家 早就想让她和薛亚军离婚了 她不得为以后做准备吗 小S真的拎不清 不管怎么汪小飞 也帮她拿了封口费 这下好了 在别人的婚姻里 上蹿下跳 堵上自己和女儿的前途 来帮光头宣传 结果落得这个下场 光头还真的挺磕人的 大S和小S要是知道 后面有这么多事 被网友扒出来 死都不会起诉汪小飞的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要 就是可怜了五个孩子 在学校都会到人非议 感觉汪离开台湾后 他的运气来了 而大小曲线 开始走下坡路了 风水轮流转 也是他们的报应 可这一个人欺负 对于小S来说 自己豪文的美梦 说不定都要保不住了 自己的三闺女该怎么办 的确也挺头疼的 有网友扒出 薛亚军的外事照片和个人信息 并曝光了其身份 是位浙江姓江的女士 1996年生人 比1978年出生的小S 下了整整18岁 光是在年龄上 小S就无法和人家相比较 52岁的薛亚军和26岁的外事 还生了一个2019年出生的儿子 然把孩子生在了洛杉矶 后来又带着孩子回到上海生活 据说薛亚军后来还将江女士 接到了小S小区内 和小S做起了邻居 外事生了儿子 母嫔子贵 婆婆还多次去抱着孙子合影 和这个外事感情十分深厚 而且薛亚军的钱 她随便花家庭地位明显要比小S要高得多 因此网友还戏称 她是薛亚军和小S的平妻 也就是除了不是正式外 地位和正式相同 从这位平妻的社交账号和照片中 也能看出个12345 这位江女士 也然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网红辣妈 每天都是傻傻儿子的动态 和日常少爷生活 有专门的人为她服务 过生日还会举办隆重的party 穿着牛仔男子小西装 戴着墨镜 也难怪称她是小王子 小S以前说给女儿的衣服 不能超过一千块 自己背多少年的破包 主张穷养女儿 大S送侄女个Tiffany 小S都觉得夸张 结果私生子两三岁 都是穿分迪同装 这也太讽刺了吧 对比同阶层别的女儿 感觉她女儿也太贪了 明明家里有钱 却没咋享受千金小姐的生活 十几岁就要被妈妈 拉着进娱乐圈赚钱 还未成年 就要开始养私生子弟弟 和扶不起的老爸 小S的女儿曾经的生日愿望 也暴露了父母婚姻的不幸福 我希望我们三个 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结婚 喜欢你的人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不喜欢你的人 你呼吸都是错 人是讨好不了的 无风不齐浪 如今照片都被爆出来了 小S再不回应 就是默认了 她的好搭档蔡康勇 已经取关大小S 他们的恩师也公开表示 不管他们的家事 圈里的艺人朋友 纷纷与大小S姐妹俩 划清界限 小S的人设 一直都是人间清醒 睿智敢说 断舍离的那种欲解 没想到私下的性格 竟然是委屈求全的小媳妇 小S被传家报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她曾带着伤去录节目 被网友们质疑以后 她亲自辟谣 辟谣方式很奇葩 小S骑自行车到户外掩饰 自己受伤的过程 颇有一种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感觉 每次被爆婚变传闻 小S都会召集一家五口人 召全家福 兄爱的方式 证明她很好很幸福 徐亚军经常被拍到去夜店玩 小S都解释她好客 接待朋友什么的 永远不要试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她心里都清楚 但就是打死不离婚 小S真的很累 苦苦维系着貌合神力的婚姻 网友们都夸徐亚军好命 啃老啃老婆又啃女儿 可能到的钱养情人 家外有家 老婆也不敢闹 可能在有钱人的圈子里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小S一边高调秀恩爱 标榜自己 嫁入豪门很幸福 非常嘚瑟 一边又在晚上喝酒发疯 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真的很分裂 过不下去就离 两个人在夜店认识的 夜店能有几个是真爱呢 嫁错人家感情基础不牢固 婚姻大概率就是会出问题的 大S的婚姻也一样狗血 放着为她买上亿豪宅 每个月让她刷上百万信用卡的霸总不爱 转身投入一毛不拔的聚军夜怀抱 这还有什么好说呢 一物详一物 徐亚军是内于第一个 被祝福有私生子的女性老公 可见大S的口碑有多差 S在节目中被问到 如果老公出轨怎么办 她的答案是 那就各玩各的 让人大跌眼镜 当一个人的福报被消耗完以后 就会开始有夜报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小孩子少在别人的婚姻里蹦打 管好自己的家事吧